檜木的皮說可以治病 所以很多有病的人 真的是有病的人 他們就來把檜木的皮就扒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沒有發現 這檜木皮怎麼一直越來越扒 越多越來越扒 越多 所以現在趕快把它穿衣服起來 所以因為這個人的關係 自然的東西就變得很怪怪的 我們一開始 很多人也清楚 為什麼以為是要怎麼樣的 對它的促進而生長 基本上只是因為 真的是人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地方 是姐妹池的妹池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叫姐妹池 妹池跟姐池 後來不曉得為什麼叫做坦 坦基本上是很深的 基本上這個只是一個浪漫的 姐妹池的一個小地方 很多人來過這裡 我想有沒有人沒有來過這裡的舉手 有沒有來過的 你們如果來過的 你會看到旁邊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妹子 然後旁邊那個地方 解池那個地方 它有一個解說牌 解說的方面 就是會給你一個 跟你說這邊的姐妹池的故事 他說有兩個女生 愛上了一個男的 這兩個女生是姐妹 這個姐妹因為不曉得要把這個男的讓給誰 所以在那邊就 好像是這樣互讓的結果 他們兩個姐妹就跳在虎裡面就死掉了 就覺得有點奇怪跟荒謬 然後呢 後來我就去找說這個故事是怎麼樣來的 原來呢 原來是說有一個 因為早期阿里山開始變成那個觀光聖地的 很多人來觀光的時候 其實在日記時期就有很多人上來看日出 這是那個阿里山文旗 然後那個時候看了神幕之後呢 有 早期就有一些攝影師來這邊幫客人拍照 拍照之後賣這個照片 可是呢 帶有景點 除了神幕之外沒有其他的景點 所以這個攝影師就會到處去看 看看什麼好的景點 就發現這個地方有兩個池子 所以他覺得這個兩個池子呢 他可以帶客人來這邊 看這兩個漂亮的池子 可是呢看這個池子呢 有什麼好看呢 他那個時候有沒有 像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的生態的知識 可以解說檜木的那個 他的那個整個的歷史 所以呢那個時候這個攝影師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編了一個剛才我跟妳講那個故事 然後大家就覺得哇好美喔 愛情故事喔 所以就在這邊就可以拍照啊 留戀啊 這個故事就這樣子來源喔 這樣的一個故事的來源呢 就荒謬呢 就跟阿里山的名字的來源喔 荒謬一樣的 因為阿里山呢 這個州主的原住民呢 說阿里山這個地方他們叫做松木很快 松木很多的地方 叫做我們現在這個地區 但是呢 這個在1963年左右呢 這個禮物局的官員呢 他們不知道哪一個人就去 編了一個故事 說這個就是有個叫做阿巴里的喔 來這邊打淚喔 然後就看到這個地方很棒喔 怎麼樣呢 然後從此以後呢 就用他的名字把這個地方叫做阿里山來 可是事實上呢 整個過程不是這樣喔 那晚上呢 會解說更多一點 有關於阿里山 地名的這個由來的 那其實早期呢 那個原住民呢 很少到阿里山森林游的區 這個區塊過來 剛才我已經講過 這個地方基本上是 最早的地方沒有人 那個沒有人居住的 有一隻蟲 臉上 因為原住民呢 幾乎沒有到阿里山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阿里山 遊樂區這個地方 甚至遊樂區這個地方呢 早期呢 只能算是那個周祖原住民 他們的狩獵區 就會來這邊狩獵 所以有時候偶爾會有一些獵人經過 那麼阿里山的那個原住民的女生都不會來 因為那個那個人編的故事是兩個阿里山的原住民的女生 好像是愛山一個漢人的男人的樣子 喔 一樣的故事編 所以呢這個地方不可能有那個原住民的兩個女生來這邊談戀愛的 那這個地方應該有故事 所以呢我是覺得我就去給他考察 一樣一樣一樣就是 同樣就是以姊妹子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他的歷史的淵源呢 我去找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在一十一百多年前 這個也是整片都是森林 整片都是森林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池子裡面也都是樹 這個樹幹有沒有被砍掉這些樹幹 這可以當地的 所以這個地方全部都是森林的 然後呢後來日本人把他砍掉之後呢 就發現這裡就露出了兩個那個那個池塘 小小的花子 那我們現在看過 我過去那個地方就是有一條細細的那個河溪谷 那個溪谷下來的剛好那個水就是從這邊 分到兩個這個蛙子過來 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那邊 它是靜靜 然後有時候呢 特別是到了冬天的時候有時候會冬乾 但是有時候還不會 這個地方呢 因為有這樣的水源的關係 聲音OK嗎 那邊有 你這邊有聽到 因為呢 因為這邊有足夠的水源 所以呢日本人把這些森林 砍伐掉之後呢 就在這個地方做了苗圃 因為日本政府會在這邊再種樹 種那個 所以他們需要有苗圃 所以在這個解池的旁邊那個比較平的地方呢 就弄了 用了苗圃 那你苗圃之後呢 就不需要有人來照顧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請了很多這個 苗圃的工人在照顧 然後那個時候請到的這個苗圃的工人呢 就是兩個兄弟 一個叫做胡旦霧 一個叫胡旦云 云露兩兄弟 這兩個兄弟呢 就從雲林那邊過來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呢 看守著在照顧的那個苗圃 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不是什麼觀光區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日本人呢 在這個阿里山這個地方呢 他們已經有很多移民到這邊來居住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有一個女兒呢 他們那個時候 一歲左右 四五六歲左右 就經常在阿里山到處在走走 因為那個時候阿里山也有小學校 然後在這邊玩的時候呢 他們最喜歡就是到這個地方來玩 因為那個時候森林都砍掉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到後面的這個山 塔山就倒映到這個姿勢裡面 你們喜歡到這邊來走 那時候呢 多久多久就跟這兩個姿勢裡面出去 你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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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你幫我拿一下是好嗎 好啊 沒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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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後面聽得到嗎 可以 可以聽到了 後面故事講到哪裡 這兩個兄弟在這邊 然後那兩個女生呢 就經常到這邊來玩 所以呢 久而久之呢 這個兩個漢人就跟這兩個日本女生呢 就談戀愛了 好 那姐姐呢 跟哥哥就在比較大的那個職堂 妹妹呢跟這個弟弟就在比較小的職堂 就很浪漫 那這邊就是雲來雲霧啊雲往 這個很棒 而且都沒有人來打腳 像現在那麼沒有光光客 就非常的棒 結果這件事情就被這個 這個監督的這個 這個叫督導的爸爸 他爸爸 那個女孩子的爸爸就知道了這件事情 就很生氣說 那個時候是日本 日本時期 他說我們怎麼可以呢 跟兩個女生怎麼可以跟這個 這個台灣的人呢 在這邊談戀愛 所以就阻止這個 這是他們的來往 然後這個姐妹兩個 就要被送回去日本 所以他們姐妹就很難過 然後要被送去之前 就到這個地方來哭 姐姐就在那個姐檀那邊 把那個姐檀沽滿了淚水 妹妹呢就到這個妹檀 把這個妹檀沽滿了淚水 然後最後呢 這兩個姐妹被送走之後 那兩個兄弟呢 就完全沒有心可以工作 所以每天就看著這個 他們愛人的淚水 還在那邊難過 難怪到最後呢 哥哥就跳到姐池去死掉了 然後弟弟就跳到妹子去死掉了 然後兩個死掉之後呢 這個兩個女生呢 他爸爸想說 大概沒問題了 反正兩個男的都死了嘛 然後那個兩個姐妹 就同日子又被放回來了 他兩個姐妹回到台灣之後呢 他把這兩個兄弟 他發現他知道 這兩個兄弟死了之後呢 那個姐姐又到姐池去哭 又把那個姐池又哭滿了 妹妹到妹子來哭 又把妹子也哭滿了 然後最後因為他們的愛人 都跳在那邊死的啊 殉情啊 所以兩個姐妹一樣 姐姐跳到姐池 然後妹妹跳到妹子 這樣子殉情 所以這個姐妹死的那個愛情故事呢 是這樣子 兩個兄弟 兩個姐妹的那個殉情的故事 這樣有沒有比較公平一點 兄弟想 那是這位是 不要說 只會是一邊一邊不是 我們發現那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性別的問題 就是說 早期在編很多故事裡面呢 因為那個攝影師是男的 所以他编出来的故事也就是要男性杀文的 然后有人在说 这个洁面池这个地方是不是曾经有人真的洁下去过呢 有呢 有没有人是在游呢 然后呢 曾经洁下去洁面池的人呢 有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我 我大概小时候大概那个 那个还童年的时候 其实我在山里面很喜欢到处走 到处去跑一个人到处去走 大概在念国小或国中的时候就开始 到处在山里面就想象说 森林里面可能会看到什么藤仙啊 什么高人的那种运作 然后我经常就会想象 自己就在山里面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一个人就跑 跑到这个解植那边去 那个时候是那个夏天水很高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你等一下去看那个金属 前面那边有一个大的木头 我就想要跳到那个木头那边去 我觉得跳过去那边 在那边坐着一定非常的浪漫 然后就整个植子为整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旁边刚好又有一个木头在那边 所以我想说 我可以学习那个什么鲁滋生漂流梯啊 就跳到那个木头上面 然后在这个景色这边滑 一定很棒的好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棒 就跳到那个木头去 结果一跳的时候 整个人就跳到那个 那个姐妹 那个妹子 姐子里面去 那个水很深 然后我就不会游泳 然后整个姐妹子都没有人 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抓着那个木头 一直抓到中 终于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呢 我那个时候还好像今天一样有太阳 我就站在那边晒太阳 因为我不敢回家 回家会被打死 没有被水淹死 但是回去会被打死 所以我就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晒太阳 晒到我身上的水 不会再滴水 然后再回家 所以我妈妈一直都不知道 我曾经跳到姐妹子去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在一百多年前 砍伐森林之后 然后苗埔之后 那旁边这里就是所谓天然泥 这个天然泥 基本上它是天然泥 是日本人砍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的地区呢 这个森林 因为太小的地方它没有砍 然后它原来的这个 不是人工道理的 它的这个整体是天然的掉下去 就是跑出来 所以在这一天森林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几棵台湾山 那刚才有朋友在问 台湾山长得怎样 这里有几棵台湾山 就是它特别的高 然后呢 等一下 一下地上看找到的时候 有兴趣了 我们就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这个这个区域呢 在早期呢 台湾还没有开放 可以到中国去拍武侠片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拍武侠片的盛定 因为它在这边高来高去 拉来拉去 然后呢 先回一下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谢谢你 好了 看了一下这边拍戏 感恩 然后我以前呢 就是即使到阿里山 你要更多的时间 能够在阿里山呢 停留下来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到 那种森林的氛围 但是如果你能够 自己一个人来这边的时候呢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像我以前有一阵子呢 我就不想念书了 然后呢 就回到这里来 每天呢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会搭着吊床 到这个地方来吊 然后那个云来云雾 整个好像森林都是你的 你就跟它融为一体 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那我在国中的时候呢 我就带来两个朋友到阿里山来玩 他们来四天 我只有到他们来这个地方 四天只有到这里 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跟那样的一个环境相牵在一起 那我希望将来如果有更多的声音 你可以来 你自来的时候你可以一个点 就在那边停留很久 不过现在这样的氛围有点被打破 因为太多客人 我们以前 因为有火车的关系 火车的班式不是公路 所以呢 固定什么时间通通没有人 因为那个客人来了之后 那一区走人之后就不会再出现 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就比较少 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魅西这个地方 它有经过几次的工程的改造 其实它是一个天然的池 后来呢 变成观光图座 然后变成像那个水池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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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觉得 又固定又固定又固定 反正就会进步很多的改造 那今天终于又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跟各位 刚刚在讲就是说 几年下来 因为观光的需要 不断地在改造 那包括那个道路也是一样 姐妹指的那个围览的东西 一直在那边改变当中 你每一次来 真的都会感觉气象不一样 但是不是那个森林的感变 那基本上还是希望说 各位将来有时间的话 就是自己来这边慢慢体会这样的感受 还有呢 我小时候也有发现 有人会到这边来拜月神 晚上会拜月神 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 然后那天半夜 大概凌晨左右呢 我本来在睡觉 然后就 因为我家开商店 然后有人来我们家来拜月神 他们要到这边来拜月神 所以那天晚上呢 我就 全家人睡觉之后呢 我就从窗户那边跳出去 然后就偷偷跑过来 很冰冷哦 半夜我就这样 啪啪啪啪 在这边看他们在拜月神 那整个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冷 非常的冷 在这边拜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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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问题要问 在月神 你这样冷却神 你晓得 我不晓得 你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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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得一下那个 那边为什么要摆那 那边 我觉得那个是装饰用 因为原来没有这个木桶 正常的话就是说 原来原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池子里面会有一些木桶 真的会有一些木桶 但是因为经过百年之后大概都会不 有些都库掉了 然后呢 后来他又变成这个观光需要的时候 他又想要把它库成比较像原来的 但是呢 又把一些 摆着一些枯的木桶 因为原来没有些木桶 然后包括在解藤那边 我们原来拍的时候呢 旁边都还有一些剩下的木桶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解说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讲阿里山在那个军牧群 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在讲说 阿里山是快木的展场 因为基本上就是 火星山的快木都是百年千年 然后被砍伐之后呢 那么你在姐妹池的这一个地带呢 其实看得最清楚 当然我们从那个阿里山给下来 沿路上各位不是看到很多的树桶吗 那个就是被砍伐的那个木桶 然后阿里山的森林呢 整个大大树干被砍完之后 他还有做所谓的谈彩竹林 就是说 砍掉了 原来在砍的时候呢 因为以前那个工具的关系 因为这边漂亮的树实在太多了 所以下面那些呢 比较会公布他们就不要 所以会架到差不多三公尺的高度 高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把他砍掉 砍完之后那个日本人 就会再找其他的 比较其他森林 继续砍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剩下的这些砍剩下的这些树桶呢 到了最后呢 国民政府之后就来所谓的谈彩竹林 就是谈彩之后呢 还把它砍下来 所以我们刚才在路上就看到 有一些木头好像又被挖了 边边又挖了一些东西 就是谈彩竹林的一个效应 然后不只是这样子 到第三次的时候呢 还有所谓的打撈 就是有些木台 不是埋在地下吗 还把它划出来 那这个就是层层层剥削 把那个什么的台湾的这个地区 就要给你再斑斑脚 那阿里山的这些树干呢 它被砍伐之后呢 那么种的这些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天然的地方之外呢 然后等一下我们下去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就是也是一样 这是柳山 柳山的造林 这个柳山的造林的地区 旁边你会看到很多 原来被砍掉的这个原来的怪物 跟它的皮皮之间 那就是它 那么早期呢 还没有 官官还没有那么盛的时候呢 这个管理单位的地 没有那么种树这些不树干 你脖子能够看到 所有的丹带的东西出现 后来就越来越多 找到越来越多 你都会看 那其实原路可以看到呢 这个怪物的形成里面呢 它上面会有很多的二代的丹带 是没看完的还是 呃 重的还是 它又在自己再发出 长出来 是啊 对不起 一人才问了 刚才大概有没有听清楚 我们现在附近看到的这一片块木 是天然下种林 它不是人种的 就是它自己的种子 然后飘下去之后种的 所以它不是人种的 所以它不是那么样整清 一个一个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呢 观光的需要呢 所以它把下面的地方竹草了 要不然的话应该是密密麻麻 那因为它是一个天然下种林 它不是一个规划型的 所以呢 它的里面就有 有那个 红块 有看到那个台湾山 这里面有几颗台湾山在里面 然后我对 我刚才是说 我带我的朋友来这边四天 只有到这个地方四天 四天做什么呢 就每天来这边看 看这个云来云往 然后我们就把吊场 吊在这个树干中间 然后就躺在那边 看着那个树影 然后再念那个泰格尔的诗 一个念诗 一个摇床 然后一个躺在床里面 各位也可以来试试看 那感觉真好 还有圣灵里面呢 会经常会有很多 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那些 幺谋鬼怪的事情 然后呢 阿里山是不是有这一些呢 曾经我就找 有听过那个电视台 他们要找我 他们要我去讲 讲这个有关阿里山的 鬼怪的事情 然后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阿里山碰到的状况 比如说我以前不是经常一个人 要到这个地方来 来坐着吊场 然后这边看书等等的 然后有一天呢 大概黄温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树上面 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掉在那边看我 那我这个毛骨悚了 吓到不行 因为都没有人 可是呢 我又觉得不信心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那么样的奇怪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很大的力气 然后用很那个鼓励自己 然后就转头去看 仔细的看他 结果那个就是树笔 有没有 树的笔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 跟你讲到 会生会营到很像的 那个感觉 可能是他被吓到了 然后把他吓到的东西 给你讲得更具体的 描述出来 那事实上未必是那个样子 因为当你觉得怪怪的时候 如果你去给他探讨清楚 可能答案就会出现 那其实我在阿里山上面 已经有好多次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还有呢 我们刚刚在早亭那个地方 晚上我曾经从我们那个家里 曾经从我们那个家里 就是那个旅馆那个地方 就是阿里山革后面那个地方 走路到那个商店区 那个地方 晚上有一次是凌晨的时候呢 我穿着日本和服 那因为走路没有声音 然后在那边一直走的时候 先碰到两个男的 他们从那个铁轨那边走过来 然后远远看到我从那边前面走过来 你知道我头发很长 对不对 所以我走跟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 那两个人就分开来 那我从中间穿过去 然后他们就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那个车站的前面的广场的时候呢 所有店都关起来了 只有五只狗在那边 然后看到我之后 就把他跪起来 哭哭泪 然后我吓到不行 我都不敢动 然后他们一直哭哭泪 一直哭哭泪 然后最后他们也觉得 无聊他们就走掉 我就离开了 所以那个为什么 那个狗会看错吗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但是真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然后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留头发留那么长 其实没有留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效应 其实你在山上的话 这是还蛮安全的 所有动物 为什么看到你都吓跑了 连坏人都吓跑了 我曾经还碰过那个警察 看到我就吓跑了 还有没有还有什么问题 到底讲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当初就是怕他会慢慢慢慢的 那个那个那个一直沉淀到没有 所以是那个林武吉才来清啊 他把它挖 他又把它挖开 他又把它挖深 然后又把它用空空的水泥啊 我不知道后来没有挖掉了 他原来是没有水泥 但是他后来把它弄水泥 然后后来又又把它改得 好像比较自然一点 我们就等那个前面的他们的走过去之后 我们再继续走好了 好 那是学生吗 那是学生吗 那是学生的制服的样子 那是这个吗 对 那是学生的